10月5日晚NVIDIA举行了一场人工智能为主题的演讲活动 虽然本次并没有吸引大量玩家关注 但老黄还是拿出了一款同样采用GA102核心 却比RTX3090强上数倍 并堪称时尚最强的RTXA6000显卡 关于这张显卡它的性能表现到底如何 参数有多夸张 下面就请跟着超级客一起来看看吧 9月初NVIDIA发布了RTX3090显卡 已经实现了能耳游戏在8K分辨率下 以60帧流畅运行的境地 这样强悍的性能也让不少在2K 4K的玩家们纷纷折服 但老黄似乎并不满意RTX3090在图形计算等 各位专业领域中的表现 于是推出了这款面向工作站和服务器 且更加专业的RTXA6000显卡 据悉这张显卡依旧是基于安培架构 由三星8nm工艺打造 同样采用了GA102核心 但相比于RTX3090的GA102核心来说 用在RTXA6000上的却是满写版 规格参数上它搭载了48GB的GDDR6显存 并可以通过NVLink扩展到96GB 拥有84组SM单元 内含10752个CUDA核心 比RTX3090还要多出256个 GDB功耗达到了300W 将使用全新的EPS12V8PIN电源接口 拥有第二代RT Core核心 第三代Tensor Core核心 支持并行光追 着色显示和全新的TF32和BF16数据格式 提供两倍于上一代的FP32吞吐量 并结合了吸收运算特性 将提供10倍的加速性能 除此之外还配备了四路DP1.4接口 以及针对图形工作 高端设计AR和计算等高负载任务 而专门优化了虚拟化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 据NVDA官方宣称 在KShot可视化工具中 RTXA6000在光追场景的性能提升了两倍 总体性能提高了三倍 从34.7fps跃升到了88.9fps 而在KShot Viewer运算基准测试中 甚至比参照的CPU快得接近100倍 RTXA6000采用的是双槽散热器 但仅支持单颗主动式涡轮风扇散热 其余地方均采用了被动散热 这样看来 RTXA6000和一块加了风扇的版转并无区别 同时NVDA表示 由于RTX4已能代表未来图形运算的一切 所以舍弃了官网的Quadro和特斯拉产品线 直接采用了以型号命名的方式 目击就是为了突出 这代RTX4专业卡的性能提升 将十分出色 除了定位是工作图像卡的RTXA6000外 老黄还公布了面向服务器的A40 它可以视为TESLA T4的后继产品 但A40将支持显示输出 也就热心增加了思路DP接口 而在功耗硬件规格性能参数上 几乎和RTXA6000一致 只是在设计上 A40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板灯 甚至一个散热器都没有 全靠被动散热 至于老黄为什么这样设计 我们也不用想更不敢想 毕竟对于我们这些臭打游戏的来说 专业级的硬件与我们太过遥远 总的来说 这款拥有48GB显存的RTXA6000 显然不是为游戏领域而准备的 除了专业外 就是更专业 不难想象 当一些电影摄影者 在使用RTXA6000后 他们将会享受更快 更逼真的场景和电影制作 而我们将感受的 就是无与伦比的电影体验 毕竟我们连RTX3090 啊不 3080都还没有 更何况RTXA6000的部分性能 根本用不到呢 所以各位玩家 就不要凑这个热闹了 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们下期再见